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俄發動去美元化兩年 真的成功了? 專家報驚人真相 針對中共 耶倫推動歐洲領導人向全面貿易戰邁進 重大反擊 傳北京上調歐美汽車關稅 中美大戰 中共這招用心狠毒 大陸銀行業在降薪 有客戶經理月薪不足千元 中俄發動去美元化兩年 真的成功了? 專家報驚人真相 俄乌戰爭爆發後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發動全面制裁 進而導致許多國家開始降低對美元的依賴 甚至形成去美元的浪潮 分散經濟風險 然而 有專家認為去美元化是一個糟糕的笑話 實際上沒有拋售美元 外匯貨幣雖然多元化 但不是以牺牲美元作為代價 Business Inside 報道 CPM金融集團創辦人 首席大宗商品專家 Jeffrey Christian 提到 許多人鼓吹降低對美元的依賴 但下降的幅度並沒有外界想象的那麼嚴重 去年第四季美元仍占全球外匯儲備的54% 僅略低於2021年第四季的54.8% 此外 美元也在過去10年來不斷升值 顯示貨幣需求仍高 Jeffrey Christian 表示 顯然 人們購買美元的力道比售出的還要大 去美元是一個神話 笑話 甚至是一派胡言 無論你怎麼稱呼它 但它不是事實 也不是現實 連主委會理事Chris Wallens也提到 儘管美元面臨挑戰 但目前的主導地位不受影響 美元在世界經濟的角色正在發生變化 金融市場也不斷發生變化 從許多指標來看 美元依然是使用最廣泛的貨幣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 一旦一種貨幣被視為避風港 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有可能改變 甚至取代它 針對中共 耶倫推動歐洲領導人向全面貿易戰邁進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暗示 歐盟可能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關稅 但將採取與美國不同的做法 不太可能徵收100%的稅率 據《微報》5月21日消息 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敦促歐盟採取緊急干預措施 遏制中共日益增長的低成本綠色技術出口 包括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污輪機 從而推動歐洲領導人向全面貿易戰邁進 與此同時 耶倫21日還敦促德國銀行高管 加大遵守對俄羅斯的制裁的力度 並停止規避制裁的企圖 以避免自己受到潛在的處罰 因為美國可能會切斷他們的美元准入 耶倫是在法蘭克福發表的上述言論 此前幾個小時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強烈暗示 在即將完成對中國汽車行業涉嫌國家補貼的調查後 歐盟將加入美國的行列 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關稅 耶倫說 美國及其西方盟國應該團結一致做出反應 因為中國不斷增長的產量 對其所有市場的工業都構成了威脅 與美國相比 歐盟對中國出口的份額更大 歐盟正在推行去風險而非脫鉤的政策 並希望其對20多個貿易部門進行調查的做法 能引起中國政府的重視 中國已表示將報復任何關稅 對來自歐盟的法國白蘭蒂 葡萄酒和乳製品徵稅 重大反擊 傳北京上調歐美汽車關稅 最新消息 一家遊說團體表示 隨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和歐盟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加劇 中共可能對進口大發動機汽車徵收高達25%的關稅 FS168財經引述彭博社5月22日報道 中國歐盟商會在社交媒體平台S上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他從內部人士那裡得知了這一潛在舉措 該商會補充稱 此類徵稅將影響歐洲和美國的汽車製造商 並對北京與布魯塞爾的關係產生重大影響 隨著歐盟委員會對中共補貼蓬勃發展的電動汽車市場 展開調查的第一個最後期限臨近 中共加大報復威脅 歐盟必須在6月5日前告知中國出口商是否打算徵收關稅 歐亞集團分析師周二在一份報告中寫道 中共國的報復性貿易調查和警告並沒有阻止歐盟 布魯塞爾方面急於通過其電動汽車調查 向北京方面發出一個強烈信號 即 歐盟將抵制中共國的補貼和產能過剩 中美大戰 中共這招用心狠毒 美國環境保護署5月20日發布警報 警告全國水資源系統正面臨日益頻繁且嚴重的網絡攻擊 呼籲各地水務系統立即採取行動 保護美國的飲用水安全 美聯社報導 美國環境保護署表示 過去一年接受聯邦官員檢查的水資源系統中 約有70%違反了防止網絡入侵的標準 最近 來自俄羅斯和伊朗相關組織的網絡攻擊 特別針對小型社區 顯示出網絡攻擊的威脅已無處不在 網絡攻擊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 例如 水處理和儲存中斷 泵和阀門損壞 以及化學物質含量被調整到危險水平 過去 黑客攻擊主要針對網站 但近年來 攻擊者開始直接鎖定水資源系統的運作 麥凱比指出 中共 俄羅斯和伊朗 正在積極尋求癱瘓美國重要基礎設施的能力 包括水資源系統 例如 去年底 一個伊朗有關的組織網絡复仇者 攻擊了賓州一個小鎮的水資源系統 迫使其從遠程操作轉為手動操作 今年稍早 一個與俄羅斯有關的黑客組織 也試圖破壞德州數個水資源系統的運作 美國官員指出 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組織 福特台方也入侵了美國境內多個關鍵基礎設施系統 包括飲用水系統 網絡安全專家認為 這些組織正在為可能的武裝衝突 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做準備 大陸銀行業在降薪 有客戶經理月薪不足千元 澎湃新聞5月21日報導 5月中旬 西部某地方性銀行的客戶經理趙佳 收到了當月的工資 底薪加上績效再扣除每年固定的五險一金 到手的不足1000元 上個月這個數字是2000多 此前它的月薪過萬 降薪的趨勢還體現在各銀行高管的發言中 鄭州銀行董事長趙飛在該行業績說明會上稱 鄭州銀行已提出倾斜一線 優化資源配置和降本增效工作要求 高管薪酬自2024年起分兩年 每年壓降10% 同時優化薪酬分配極差 將調整出來的薪酬資源配置到基層員工 工作的第12年主要負責銀行存款和零售業務 趙佳發現自己的薪水降低了 趙佳表示 今年他的月薪下降超九成 據他了解 今年單位可分配薪酬總額下降了近30% 王斌是某國有大行南方一網點的負責人 他說 其網點客戶經理年薪大概下降了4萬到5萬元 網并觀察 近年來離職的大多是年輕人 銀行工作壓力大 付出和收穫不一定成正比 部分校召人員的員工在網點干2、3個月就會選擇離開 留下的大多是中年人 養家屋口的壓力會讓這部分員工倾向於選擇一份穩定的工作 您的鼓勵是我們前行的力量 萬分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宣傳部 您的點贊 轉發和留言會增強這個視頻的傳播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別人背負別人回應 應賞 防照